大家好 今天我们还是采访了一个陈国勋先生 陈国勋先生他有一些观点 有一些想法呢 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中之一他们想最近要开始进行上街抗议了 抗议什么呢 一个是林宅雪案 一个是陈文成案件 这些呢 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呢 都是他们民进党人当年抗争的 那时候在国民党之中年代呢 他们希望能够抗争 到今天他认为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 这两个案子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所以他们可能要去上街抗争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陈先生他说 苏正汤他们正在起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决议 要确保他们终身执政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民进党内部的一些消息 好 让我们来听听陈国勋先生他的说法 你好 陈先生 好久没有联系了 这两个星期 是的 谢谢 谢谢陈老师 这两个星期我比较忙一点 今天呢 很高兴的 同时呢 也很高兴的参加你这个节目 那么就是要跟我们所有关进台湾的这些朋友啊 哎 那么要来谢谢你们 今天我要谈的这个事情呢 大概都是民进党党内的一些呢 这个排戏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所以呢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矛盾 那么我接着再来做一个报告 大概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呢 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 完全是有两个到现在还属于悬案的一个血案啊 还没有调查清楚 让台湾的人民呢 有一个了解 这个一个就是林家的这个灭门的血案 就是林毅雄 以前我们的民进党的这个老前辈啊 林毅雄先生 也是美丽岛八个先生其中的一位啊 他的母亲六十岁 还有双胞胎的女儿才七岁 被这个凶手呢 用刀一刀一刀的杀死 在他家里 那么这个案子呢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破 第二个就是 国际上也比较了解 就是陈文成的这个命案 陈文成先生呢 是美国呢 一位很优秀的一个学生 一个大学的学生 而且还可能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参选人啊 那他回来台湾以后啊 那时候台湾是戒严时期以后 警备总部啊 邀请他来谈论一些呢 在美国的这个台独啊 就是花帕 台湾人同乡会的这些事情 结果呢 晚上也谈第二天早上呢 被人家发掘 他的尸体呢 已经在台大的这个校园啊 被发现了 后来呢 这个查证也就说 台湾的官方资料是说呢 是他跳楼自杀 那这两个很明显的啊 事实上都是磨杀案 因为陈文成那个案子 他也有美国的这个检察官 专家呢 在台湾呢 厌世了 这个根本是他杀 不是自杀的 不是跳楼自杀的 那这两个案子呢 就引起了台湾的这些党外的人啊 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 他是1981 1982年的时候 就上街呢 游行抗议 然后呢 再慢慢的有了 这个强天国先生呢 再慢慢的改正 再有了台湾的 所谓的民主政治 跟以后的民进党的产生 但是这两个案子 到现在为止已经40年了 40几年了 到现在多 台湾政府对人民 都没有一个交代 只是说呢 什么凶手找不到啦 什么那个是一个自杀 那么这个当中呢 台湾人也知道 在2000年的时候 那个陈水平曾经执政 那执政当了总统以后 应该呢 有那个权力控管国家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单位啊 来了解来调查这些事情 不过那个时候呢 因为 虽然陈水平是当总统 但是背后还是李登辉先生呢 掌握着 然后再分赃着这些权力 也那时候的国民党 那时候国民党的那个势力 也比较大一点 立法委员推 所以这个案子到现在 就一直没有一个交代 还是悬案 这两个悬案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事实上在2000年 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 立法委员也占半数以上了 你应该呢 调查了解一下 但是都没有 等于蔡英文呢 是坐享其成啊 那么受害者呢 我所知道的这个林毅雄先生呢 他现在也已经87岁 82 83年 那么他只有表示过一个事情 政府现在怎么做不管 但是至少 他的母亲六十岁的 那时候是六十岁的母亲呢 还有两个很可爱的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女儿 被人家用刀一刀一刀这样捅死 你总应该了解一下嘛 完全执政啊 立法院也是你的 国家安全单位都是你的 为什么还不调查 第二个陈文诚的这个案子也一样 陈文诚的老父亲呢 那么到了 那时候也差不多七八十岁 八年的时间参加过200多场的这个民进党的说明会 他都在发传 拜托呢 台湾的人能够呢 跟他一样成情 把这个案子呢 调查清楚 到底儿子是被杀的 还是呢 跳楼是杀的 也没有结果 后来老父亲呢 他的表哥呢 叫陈中席啊 陈文诚的表哥是我的朋友 那讲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呢 嘴巴还叫着阿文 叫他儿子的名字 后来就流泪 吞下了嘴的口去 那现在变成说呢 平进党坐享其成呢 那么派系的 又有这个苏系苏貞昌直接的整个垄断 任何人家讲话都不可以 然后再借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呢 那么来进行所谓的变相的一个 等于说戒严一样 这个民进党的派系里面呢 是有很多意见 所以呢 综合一个意见就希望说呢 是不是你现在完全执政了 是不是把这两个悬案 跟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 还有民进党的成立 最有直接的关系 这两个案子你调查一下吧 要说白了就是要让你 蔡英文你提出你的魄力 既然你都讲政治 用政治来操纵这个疫情 那么你这个是最根本的台湾的政治问题 你调查一下吧 那么派系呢 现在也考虑到说明年的选举 跟以后的政治前途啊 不一定要全部听他的 如果不调查清楚的话呢 派系可能会领导会 再叫台湾的人民再上街头 然后呢再来 搞第二次的这个民主政治的改革 就不要让蔡英文坐享其成 然后呢这么继续专制独裁下去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事情 就是民进党内部的这个派系 意见分歧啊 而且提升这两个 林家面门悬案跟陈文成的命案 这两个悬案啊 你要进行一下嘛 你要完全执政啊 应该要来处理一下 至少要让台湾的人民了解 也要让当事人啊 死啊 瞑目啊 不然的话他又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白白呢 怎么这个家人呢 就白白怎么牺牲呢 这个不行 这个是第一个事情 谁在提出这个事情啊 是谁在提出啊 这个是民进党呢 里面的派系 比我比较有 什么派系 郑国会啊 郑国会才提出来 郑国会的头是谁 是林家龙吗 这个话现在是比较复杂一点 原则上是林家龙啊 他比较年纪啊 那比较老的就是那个游熙坤嘛 那游熙坤 听说九月呢 在上任的时候 他那个立法院长要辞票了 嗯 因为他跟蔡英文当中也有心结了 跟苏贞昌的心结更大 那没有办法带下去了 所以呢 郑国会 也面临重整 还有一个正义连线 哦 那个 也基本上那个是谢长廷 那个系统 现在都靠到蔡英文那边去的 迎戏了 哦 那么 新潮流也分裂了 新潮流的话 基本上 中部跟南部的新潮流 跟北部的郑文汉这里 基本上 没有什么打卡了 所以呢 民进党里面最严重的问题是 派系的这个 内斗的这个事情 内斗不是争权而已 还争钱 因为呢 贪污了很多钱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比如说台湾的这个议算 一年是2.5兆的台币 但是呢 现在的这个两年当中 已经花掉了22兆 10倍的这个 这个 这股的议算花掉了 那这个又债留子孙嘛 哦 所以呢 大家也很不满 那么其中有的人很高兴 有分到钱了 啊 又选到明代了 又当了乡长 县长 政长 什么什么 这个 这个 啊 啊 议员的啊 跟蔡英文比较接近的 都有分到钱 这里面最不要连的就是一个 就是那个王定宇嘛 还有以前谢系的那个赵天宁 赵天宁是我小弟的跑腿 现在都不得了了 啊 当了这个高雄的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啊 地区主任嘛 所以这些人呢 严格讲起来 没有什么气节的 对台湾的民主政治的这个发展呢 他并没有贡献 老实讲 也没有那个智慧 也没有读过书啊 啊 像那个赵天宁才五专毕业而已 跟高 初中毕业就读了五年的书 那他就不得了 王定义也一样 连大学都没有读 您认为这个林宅许案也好 还有陈文成命案也好 你认为蔡有可能给你们动作吗 我怎么认为根本就没有可能的事情 你们在祈祷啊 不是 他根本做不到 我们知道就是要利用这个 来逼他 逼下台 现在要逼他下台 用这个东西就能把它逼下来 这也太简单了吧 后面是人民要借这个机会要上街啊 人民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呢 有有有 现在我所了解的 大概前台湾城 有将近了 一百个这个社团啊 全部都要申请上街 都已经申请了 因为一百个人可以相聚 好 那我就是一个路有三段 我一段一百个人 二段一百个人 三段也一百个人 然后集合起来 更厉害的就是要学当年的那个红三金 知名者这样 大家全部坐在总统府面前 几万人都不走 就在这边了 盯着你 现在你逼着 已经逼到人民要重新上街 来要求这个民主政治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那现在就是要有党内的配合 那么党内的台湾 这个我们都有联系的 那么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应该怎么应付 那么这个大佬一个一个会站出来 比如李秀莲就站出来 知名者站出来 接着林毅雄也要马上出来 这些呢 一个一个站出来 然后呢 整个这个媒体就不容许他再继续的控制 所以刚刚谈的这个是两个命案 你做一个交代 你现在完全执政了 你可以完全可以调查 你为什么不调查 他不会给你调查 也不给你交代 那你怎么样呢 那你前面还有不光这个命案了 尹京峰案怎么样呢 所有这一切一切案 其实都是在国民党执政的年代里边发生的 到现在你民进党已经全面执政五年了 难道你还没看出来 现在的民进党执政已经不是民进党了吗 这个你有没有看出来呢 我跟你讲 我们都知道 其实呢 蔡英文本身就是国民党 他们以前有一个叫做什么救国会 他根本是国民党 混进来民进党 顾立雄也是 那个什么总统五的国家安全会议 那吴钊燮更不用讲了 那本来就是国民党 所以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努力的半天还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借这两个案件 要再上街了 说白了就是这样了 那么这个中间第二个我要谈的就是 增加宪法临时条款 因为呢本来要修宪啊 要什么这个都走不通了 因为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那个三分之二的立委会通过 但是我唯一有一个办法就是 学习 蒋介石当年来台湾以后 因为正好美国在反共 他现在也借这个中美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立场的这个对立啊 所以他也要来增加一个 建法的临时条款 临时条款的你们就是扩充这个总统的权力 以前呢蒋介石这种连选的连任 那么那些议员啊什么都不嫌啊 国大代表都不嫌 现在也是想 这个是有苏 苏贞昌苏系的 听说是有那个吴炳瑞现在正在立法院 现在这立法委员正在商量 是不是搞一个这个县华临时条款 这样的话呢 来永远保持这个现在的这个政策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紧张 那么中共天天飞机来啊 那么台湾需要跟美国要合作站在一起 需要美国的帮忙 需要日本的帮忙 所以县华要增加临时条款 什么内容啊临时条款 现在内容我正在打听当中 但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蔡英文现在很危险 如果她一被拉下来 或者是说她到2024年 这个戒满以后 她一下来马上就抓脚关起来 因为她的这个犯法的事情太多了 政绩都有了 不是说假学历而已 其他贪污腐败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呢政绩很充足 所以她也怕她关起来 而且全部财产要没收啊 她也怕这样 所以她现在就是尽量在立保 上个月呢还提出说呢 是不是县华要来修改 那么后来是县华要增加 要修改这个内容 但是这个通不过 那时候提起说呢 是不是改成六年一任 或者总统联选联任 修改县华 但是现在提出的最新的 也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 提出的叫做 增加县华里面的临时条款 临时条款什么内容 想说什么临时条款 内容我倒是不知道 现在他们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因为需要立法委员 这个增加县华的临时条款呢 只要一半的立委通过 因为呢以前是国民大会代表 就国大 现在国大没有了 就是变成立法委员 一半通过的话 那么这个临时条款就可以 可以设立了 就等于变相的戒严 那么当初呢 这个这个成立临时条款 就是戒严 所以戒严了37年 全世界最长的 戒严戒严了37年 那临时条款呢 因为因应呢 跟中国大陆共产党的这个战争 所以台湾需要保住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县华 再增加一个临时条款 实施戒严 那么实施征兵 那么甚至呢 这个总统的联选的联任 等于要借临时条款 来增加他的权力了 同时在控制整个台湾的城市 就走回去 走回去 这个呢 会引起台湾 现在我们已经在运作了 那我们只有在走上街头啊 我们这些的 年纪比较老的 就以前的 创立民现场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会出来的 也是要让 这个我们海外 关心台湾 台湾的社会 跟台湾同胞的这些朋友们啊 那么来了解现在的台湾的执政的 民进党 也就是以蔡英文为主的这个政党啊 那么有这种想法 要走回以前更独裁专制的 台湾现在明显的是独裁专制 这个我们人人都看得见 为什么你们不退党呢 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不退党 你比如说呢 以前呢 我是终身政党 终身的民进党 因为以前呢 我那时候呢 本来是交一千块 后来交一万块就是终身党 那我一直都交三四十万了 尤其党员的这个党会都是我交的 那所以呢 现在呢 不是不退党 现在他根本呢 就把我们呢 就不理我们了 要退了 林毅雄也退了 什么那个 那个李秀莲也退了 他们都自己退党 我不要退个党 那么这个许冗淑 我们叫阿嬷也退了 但是这一些人呢 我们都还想把他们找回来 因为这一些人才是真正的 这个为民主政治付出贡献 的这个台湾的这些 这些所谓政治人物了 那么我也只是一个呢 这个中间人而已了 借这个机会啊 那么跟老的都认识嘛 大家好啊 有一个共识 慢慢出来搞 那么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金钱的问题 现在这两个星期 我也正在努力抽钱 那然后呢 广捷善言 就是跟柯文哲这边呢 可能有一些业务要合作 包括疫苗要回来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有250万剂的 这个疫苗马上可以来 BNT的 不用等到9月份 怎么那个张东摩 跟那个 那种 郭台铭跟那个台积电 在本班 不需要 不需要等他们 我们都可以先来 我这么认为 你们都是非常传统的 真正的民进党人 你们也有民进党的党纲 但是今天这个执政的民进党 已经不是你们心中 那个民进党了 也不是外界 过去所看的民进党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集体退党呢 不是 我们现在可以退党 可以退党 那现在就是说呢 维持这个关系 我现在维持这个关系 也是跟所有的党内的这个派系 那么我们还有联系 还是有一些呢 人还是有这种想法 只不过大部分的都被收编了 有当官的 有官可以当 有钱可以low 所以呢 就不讲话了 那么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利用 其实今天的这个民进党 已经跟我们以前当初想法 想做台湾民主政治 要把这个 我们一直始终要把考试院 跟监察院汇除掉 根本也没有汇除啊 这两个就是特权机构 在后面控制 控制这个 这个所谓 行政立法司法三前纪律 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现在不是退 不退的问题 因为台湾还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地域偏见的问题 那你不支持民进党 就不支持台湾了 那么台湾人 那我是台湾人 我怎么不支持台湾 他是利用这样 其实呢 真正的 今天呢 民进党是已经国民党化 而且呢 比国民党呢 更独裁 更专制 所以你们才应该离开他 你离开他 才能告诉大家 你们跟他们不站在一起 现在你们站在里边 尽管他们已经把你们这些 老的民进党人已经早就给踢出去了 可是你们还绑在里边 给他绑装 那在外界看来的话 你们在内斗 如果你们要离开民进党 你们重新站出来 人们觉得 你们已经民进党不一回事了 那个民进党已经不是人民所喜欢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才能唤起更多的人支持你们呢 没有错 现在我们正想这样做 也就是说呢 因为有这种地域的这个偏见 所以我们现在不分党派 凡是今天你认为你是台湾人的人 你都看出来 我们已经开始阻止了 但是你这样说服力不大 不强 慢慢的 慢慢的 还是最主要到最后呢 还是要把这个 因为我们发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在媒体的掌握方面呢 还不是很完善 所以现在有要买一个节目 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再请这些大佬呢 都来这里呢 谈谈政治的问题 跟TVBS一样 赵少芳他们就这样 国民党他们有钱啊 那现在我们也准备要做一个这个相同的节目 但是就请这些呢 民进党的老党 当初呢 大家要付出 贡献的这些人 一个一个来参加 然后来谈理念问题 然后在号召呢 这些人民呢 各各各各县市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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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呢 大家要站出来 然后进行的游街抗力 所所谓呢 也就是说要再走回以前的街头的这种抗疫的这个方式 已经呢 现在酝酿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不分党派 民进党可以 民众党可以 国民党也可以 你要过来的话 你就过来 但是你不能拿着党的这个党旗 什么这个牌子出来 你不要拿出来 就是台湾人 就是要反对呢 今天的这个这个这个执政的这个这个独裁者 那么我们希望是说希望蔡英文赶走 因为蔡英文本来是国民党的 他不是民进党的 因为呢这个再说更详细一点的话 这要从李登辉说起的 其实李登辉 根本就是当初蒋经国为了跟宋美龄的这个权力斗争 那么他也看到说用地义偏见 所以呢才收编了李登辉 再有李登辉呢 再来找以前的这一些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下面的人 就说搞了个什么 说那么叫做建国会啊什么 这些核心呢 蔡英文那时候就是这边的 后来再混进来民进党 然后再把他呢这个国民党退党 然后加入民进党 然后呢再把这个权力拿到 拿到了以后他就不管以前呢 我们这一些呢 当初在努力的这些老人呢 的一些呢牺牲 他都不管了 不管你们了 反正他能赶走就赶走了 那么现在我们才找出那两个血案 民进党倒吵 然后同时呢在在在民进党的这个内部 但是还是有啊 还是有一些人不错 但是原则上我们是希望说呢 蔡英文呢下来了以后呢 那他自动辞了啊 当然要国际上的这个压力了 现在美国这边我们也有跟一些参众议员 在建立这些关系 那么看民调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美国也是很精明 那不行我就拉下来 放在经济上边 然后再重新做给人家看 一切文件什么都公开 好好做 重整重建民进党 再来重新得到台湾人的信任 不然的话现在呢 台湾呢最信任 最不信任 最讨厌的 现在恍而变成民进党 您说这个重建民进党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你们能不能重新再组建一个政党啊 你重建民进党 蔡英文现在独裁专制 你重建得了吗 如果把他赶下来的话 如果把他赶下来呢 如果假设了 假设我们现在 如果把他赶下来呢 那么这要通过国际力量 通过美国这边呢 发掘他没有 已经明确了 不会赶得下来的 那你 那也说不准 你如果已经很明确的 不会赶得下来的 现在目前就是说 他对抗中国 他是最卖力的 对啊 所以美国 美国很明确 我就告诉你 美国很明确 绝对不会把蔡英文赶下来的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还是有办法 因为我们会造成台湾的街头运动 会动乱 美国很简单的 你看到这个人没有民心 那么社会人民都在反对他的时候 美国有那么简单吗 应该我们奴隶的话 是认为是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这不可以 那您怎么想呢 也不是说不可能 也不是说不可能 因为据我现在所联系的 那么还有各地的一些朋友 大家是有心 但是现在缺乏领导 领导的话 也不是我能领导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就是要把老的 现在一个最大的领导人 当然那时候是李远哲 还有什么吴李培 吴昭鲜他叔叔 还有林毅雄 这些老一辈的人 请不请他们出来 90岁以上的人就别指望了 没有没有 他们才80几 我是 我意思是说80几岁以上 你不要指望了 那不行了 他们不是出来 跟着这个人民走 现在变成组织很重要 您刚刚讲的 为什么不再重建一个党 不是 我们不想重建一个党 因为以后我们已经了解了 台湾以后就是两个政党 一个就是民众党 一个就是民进党 因为两个都是台湾党 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 就是说国民党 他们的这个 以前有这个历史包袱 他在台湾 给人家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就先用 所谓不分党派的台湾人 用这个名义来组织 那么如果能够 蔡英文拉下来的话 把他的集团 他是有一个集团 那个集团以前都是国民党的 或者讲究的是什么 这个顾立雄 什么吴钊雪这些人 全部赶走 那么我们现在就寄望说 赖清德 能不能再出来好好领导一下 做给人家看 赖清德在当选之后 已经到美国被人家给拍好了 已经他已经受到了 接到了圣旨了 你必须但是不许动 这个您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 他也跟我讲 而且据我了解 跟联系啊 跟联系啊 可能呢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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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 多可能会跟台湾签十年的和平协议 不要战争 危机也不来 好好的拼经济 你讲到合作在经济方面是不是可以呢 能够做好一点 那台湾现在很严重的问题 外面都不知道的 台湾的经济已经很严重 现在不是小企业在切钱 切资金 现在连大企业都发生问题 还有台湾本身的问题呢 这个以前是谁的 那么最重要是电的问题 那么台湾电那么不够 您刚才说台湾有两个党 我给您一个我们的观点吧 我们现在认为台湾没有两个党 就一个党 民众党你别指望 现在目前是这样 目前是这样 就是独裁的专制的 所以就这一个政党的话 现在只有一个政党 柯文哲那不是 柯文哲本身就是民进党里边的一个分支 他并不是一个政党 没有 他最主要就是说呢 有台湾本土意识啊 那么他对中共方面去采取呢 所谓比较和谐的这个幻法 就是所谓两岸的家亲 那么这边呢 民进党是比较偏激的 我要搞台独 但是你不可能台独 因为美国讲得很辛苦的 不可能支持台湾台独 但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因为呢 毕竟这个传统文化不一样 所以还是看嘛 反正呢 今年呢 我们都看这个月份了 因为一切呢 这个疫情的降下来第二级了 那么看现在社会的这个活动 看怎么样 因为昨天前天嘛 昨天28号 前天27号 昨天呢 已经开始抗议了 到那个民进党中央党部呢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开始那边抗议了 所以他那边呢 这个中谈会 每个星期间中谈会 也是昨天嘛 星期三嘛 昨天都不敢在 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开会 被准事情会议 因为怕开会了以后呢 反正发生问题 会冲突 而且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台湾人最主要 现在靠的这个治安力量 是靠警察 警察现在都年轻人 都是本地的比较多 那他爸爸妈妈在街上走 在那边抗议 他总不会是抓当自己的父母 跟以前不一样 跟以前不一样 不就跟过去的国民党一模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的话是 你是本省 我是外省的 我警察抓你怎么样 那你现在不可能说 我当天抓我父母 因为都是台湾人的这个孩子小孩 现在警察 你看对这些 承抗的 这个疫苗承抗的 不是照样抓吗 讲是这样讲的 后来呢 这样全部都放了 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 你按个喇叭都不行 那不是一模一样吗 现在是这样的 那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 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现在的警察 跟以前的警察不一样 现在除了刷凶徒 你抢劫 杀人 这个抓得比较厉害 一般的政治抗议的话呢 现在应该是不会在 警察会不会再跟郑站在一起 这个我们相当有好 因为警察都是我们的孩子嘛 我们看的现象怎么不是这样 我们看的现象是 你看高雄 稍微的就是按下喇叭不又抓起来了吗 那时候是规定说五个人不能在一起 那么台湾人就是被煽动 所以呢 他那时候是抓抓抓 但是后来也没有了 后来还请他道歉 他是说我接到命令 我没有办法抓 但是后来抓了都是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父母 就换他 也就是街头运动 我们现在准备 已经呢 说白了就是街头运动要出来了 要再重新再出来 因为对这个政府我们真的太失望 大大的失望 而且呢 一些人现在都站在后面 像陈局现在都不讲话 赖清德也不会讲话 赖清德他不敢讲话 他本身就 他就 他就被打入冷宫了 他不敢讲话 陈局是可以讲话 但是陈局也不会讲话 陈局已经 利益已经占够了吧 讲是这样 但是还有 他的这个后面 还有一些把柄 被蔡英文抓住的也很多了 他的人以外 还有他弟弟那个陈吴俊 那些乱七八糟的 这个社会的一些经济的问题 他也没有办法不敢讲 所以民进党内部 也没有干净的人了 也都是贪污 跟国民党当年贪污 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对 那么反正不贪污了 全部被砍走了 这也比较像 我们认为是我们是很正派的 因为我们也不会想当官 也不会爱钱 而且呢 六十几岁了 就马上就自己走了 不会像那个苏贞昌 那么不要脸 死呆着 那个苏贞昌那个人 我们看了就很讨厌 以前就看了很讨厌 那时候在谢长平 我们在一起 在后面讲 逼不得已再请他当顾总统 他是死要 死不要脸 就是跟着后面一直走了 现在当行政院长 全力抓到了 他就抓在手中 都用他了 我们都了解了 民主党里边哪个官比较好的呀 现在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借用一个这个两个悬案 临家妹门血案跟那个成功整命案 借这个 我们知道他办不了 他也知道他不得 要借这个要上街 往抗议 然后呢 走政治的这个追求 借这两个案子 然后要追求民主政治 没有了 台湾以后 台湾以后不再存在民主政治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老子还没有走了 走白了 孩子 孩子 那么他们也不可能说呢 眼睁睁看 那么牺牲了这个 这个父母 牺牲了这个自己的前途 牺牲了金钱 那么结果呢 变成这个样子 今天呢 可以说呢 今天的这个民进党 比当初的国民党更独裁 更专制 国民党 金国先生老实讲台湾的怀念他 因为他是对宋美龄而已 他是党争在内部争 但是他对人民相当好 对人民从来是让 但是现在对人民不让 而且还欺骗人民 现在可恶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这个蔡英文 给台湾人民的这个感觉 就已经到一个可恶的一个程度 他这个人是这样 他很虚伪的 表面都是他当好的 对 这样一个你们认为非常可恶的领导 你们认为仅仅是上街游行 就能解决问题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呢这个上街游行呢 老实讲呢 是考虑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 对面中国的问题 一个是美国的问题 中国这边没有问题 已经了 理解了 反正你不要搞台独就好 外国军队不要进驻台湾就好 中共的这个条件 那么上街要去抗议去抗议 把蔡英文赶走了 那美国是比较现实的 在看 这个人不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的话 继续支持他吧 什么时候美国在看台湾人民支持谁 他就选谁了 当然呢 他也有这种考虑 也有这种考虑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美国也会这样考虑 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不认为 他是看到台湾人喜欢谁 他就认为谁 他们是认为 谁听他们的话 足矣了 台湾人民的声音对他们来说 不重要 那当然了 因为美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就是说呢 他们的这个政策了 还有说白的一些参众议员 他的这个又要参选 要的钱啊 你买武器啊 钱钞票来 这个最重要 我们相当了解 美国人最怕死 你要是一个人 如果美国人死一个军人在台湾的话呢 所以我给你一点建议 那你们这么去做的话非常支持 我觉得能够 不要指望说 我们一上街 就让中国和美国能够 就同情我们台湾人民怎么怎么样 这两种可能 我觉得你都先放弃吧 你们只是看看你们台湾自己内部 你们上街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能唤醒一些台湾老百姓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要把这个包压在中国和美国身上 他们不会看中你们台湾人民怎么想的 你要不要调整一下 可能会这样啊 但是我们就尽力而为了 但是引起同情啊 还有呢 好好把经济搞好 因为我们发觉现在呢 东南伊亚这些国家 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这些 还有很多朋友 支持我们 日本现在是很支持我们 日本它是分成两派 表现上政府交往的是跟蔡英文交往 但是私下的这个 跟我们关系都都有谈妥了 你认为日本人的支持你们台湾老百姓吗 凭感情来讲应该会的 支持凭感情 日本人难道不是支持蔡英文政府吗 也没有也不见得 因为所我所了解的 因为我跟安倍晋三呢 他们的这一批人呢 还有一些老前辈呢 我们还是有交流的 今天还是有交流的 那有用吗那个 观察 安倍最近要来台湾 也要拜访蔡英文 也可能会跟她讲这个事情 是不是不要那么独裁 能够多尊重这个人民的意见 可能的 这样如果是可能的话 就不要去想她了 我觉得不要去把她 往那个方向去想 那不是咱们老百姓 所能理解的 老百姓的希望和现实当中 总是有差距的 我觉得 刚才您说了一句话 对了我顺便问一下 您说你们很多孩子 都当警察 也就是说很多当警察 这些后生 都是你们的孩子 他们看到家长在上街游行 他们可能不去抓 是有这种现象吗 即使是有制止的 有没有你们的孩子 在军队里面当兵的呢 当兵的军队 现在基本上都是台湾的孩子 基本上是 他们怎么想啊 他们也是一样啊 所以台湾的军队 最近不是抓到一个间谍 中共的这个间谍 是那个什么 警察学校的一个校长 还是中将 现在 那么现在的这个大概将军啊 什么这些领导 可能都还是有外神之地的 但是基本上那冰演 基本上都是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 我跟你讲 台湾是不都支持蔡英文的人的 都是 没有没有 没有人愿意为他拿枪去打仗 我说白了 警察也不会为他拿警棍去打人民的 不可能 哪里有去打自己的父母 怎么不可能 你看那个钟晴他在按喇叭的时候 你看那警察多凶啊 你一到警察局 又马上电话就全部进来了 这警察学校的校长 那个那个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他们也知道 前台湾省所有的警察局的这个 这个局长都是他的学生 我们这边对警察系统 我是相当了解的 他们的警察系统 好 五分钟 最后五分钟 您还要讲什么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就是很感谢陈老师 能够让我们呢 发表一些想法 那么让海外的这个 这个朋友共同来关进台湾 那么最重要就是 两个血案 就是林 林家的妹门血案 跟陈文敦血案 那么这个我们要还出来 那么接着我们很正确的要讲 就是说我们要上街头了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 赶快发表 制止他在去搞什么 限华临时条款 就是这两个事情而已 好 这两个人要报告的 那么另外还是很感激呢 这些关心台湾的这些国际朋友 还有海外的台湾人 谢谢大家 谢谢陈老师 好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好 谢谢 我们会努力的 谢谢 谢谢陈老师 好 谢谢 再见